47 題的話,大概你們也思考一下 這個高度呢,從這邊到這邊是80 可是你剛開始畫的時候,這麼多圓 你沒有辦法說抓得比較精確 到底這邊應該半徑是多少呢? 因為它這個地方 沒辦法算出來 除非你斜邊的話,倒是還可以算得出來 所以這一邊的話呢,我們要該怎麼畫出 像這樣一個形狀 那這一題其實跟前一題很類似說,我們可以先畫出來說 再重新調整它的尺寸 重新調整尺寸 所以我們畫的方式,反正就先畫出一個圓 那這個圓的大小的話呢,我們半徑先給它5就好了 半徑5然後呢,再來利用先畫出一個之後呢 我們可以利用所謂的那個正列的方式 可以先 產生橫向的 先產生橫向的這幾個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可以用所謂的那個 什麼正列呢 舉行正列有沒有 然後5個 橫向的,所以 這邊的話呢,就是航偏移 航偏移選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產生這5個 再利用那個 再一次正列 那再一次正列產生上面的部分 因為呢,我們就往上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角度的部分呢,我們改一下 改成 這個地方的話呢,改成角度 這個角度的話,改成60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會產生這些圓 因為它角度剛好有60 因為它是 正多邊形 正多邊形 那這邊實際上就是一個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所以呢,我們要畫出像這樣的一個形狀的話 首先呢,我們先在這地方呢,先用圓的方式 先 半徑輸入5好了 5之後的話呢,我們利用這個所謂的 正列 矩形正列 一列 橫向的嘛,一列 5欄 就5個圓 所以呢 一列5欄,那我們先選取 選它 按Enter 再來的話呢,偏移的部分呢,特別注意 角度選擇0,因為是0度 向右 向右 所以呢 那 只要選什麼呢,行偏移 列偏移 你選跟不選 都沒有差別 因為呢,這個地方只有一列而已 所以這邊的話,從 這一個四分點 左邊的四分點 選到右邊的四分點 那這邊注意看一下這邊 是不是往這個方向 如果是的話,那就是正確的 好了,以後的話呢,我們就按一個確定 再來呢,我們要產生 往斜 60度的 其他,總共也是5個 所以呢,這地方的話呢,我們就利用也是一樣 正列 一樣的方式喔,最 大的差別就是說呢 因為我要產生的不是 這地方選 選取物件的地方 記得把這5個通通選取起來 按Enter,5個一起喔 所以現在的話呢,這5個就是一個 5個就是一個 然後呢,列的話呢,一樣是1 但是我們要往這個方向去 所以我們要給他角度 其他都不用改 只有這個地方要改 喔,還有 看看